《树》字和解 树是一个会议间形生字 以心字为部首 本意是树道体量的意思 上如下心称为树 从字面来看是如心 也就是如自己的心 如果用对待自己的心去看待人 自然能够体谅和宽待人 一般认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就是树的解释了 意思是自己不想做的事 切勿施加在别人身上 古语云 古之君子 其择己也众以舟 其待人也轻以约 意思是古代君子 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而全面 对别人则宽容而平易 宽容是一种智慧 是坚守道义的包容 它需要宽广的胸襟 和与人为善的心态 孔子认为树可以作为终身奋行的原则 每个人都被人伤害过 也曾经伤害过人 当被人伤害的时候 人的自然反应是反击 是要对方感受到同样的痛苦和折磨 当你的心充满了愤怒 指责和痛楚的时候 最好的做法就是努力去饶恕 因为怨恨只会伤人害己 饶恕就令人得到莫大的释放和祝福 不要将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关在辛劳里 以为这样做 对方就会为他们的过犯 永无止境地受到煎熬 我们只有倒空内心的愤怒 怨恨和指责 才能够自由呼吸 走向欢笑和感恩的生活 旧约圣经尼西米记九章十七解说 你是乐意饶恕人 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有分圣慈爱的神 并不丢弃他们 饶恕的根源在于神慈爱的本性 祂是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有分圣慈爱的神 所以祂乐意饶恕人 犯罪的人类 原本的结局是沉沦 但神饶恕了我们的罪过 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 祂来到世上 是为了要除去世人的罪孽 耶稣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用自己的宝血 成了永远的赎罪祭 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 祂为伤害他的人祷告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这代表了耶稣的慈爱与宽恕 祂愿意赦免所有伤害过他的人 不过饶恕并不是无条件的 而是需要人有悔改的心来配合 饶恕是当人得罪你的时候 你能够原谅对方 不再向对方追究 饶恕不是遗忘 而是释放 也就是虽然无法遗忘 但是已经原谅了对方 新约圣经各罗西书三章十三节 使徒保罗劝勉信徒说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主怎样饶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因为神饶恕我们的过犯 所以我们要效法主 并且依靠圣灵的能力 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耶稣说 当弟兄得罪我们 要饶恕他七十个其次 意思是宽恕人是没有上限的 原谅人就是做门徒的 一种基本生活方式 是天国子民的特征之一 我们需要随时随地地准备好 去原谅那些肯悔改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